HAPPY NEW YEAR'S GUYS 新春快乐 今天要换个节目格式 想教你们一些小技巧 关于一些我喜欢吃的东西 Just want to show you some tricks So let's get started 第一个小小小 最好还是从一个人人都爱人人都认识的菜品开始吧 土豆尼 很多人的问题就是怕它不丝滑 不绵软 今天教你们几个技巧 怎么去百分之百避免这些恶性的特征 也教你给你们科普一些后面的理论和底层逻辑 普遍来讲土豆尼需要的食材就是牛奶黄油调味和土豆 我们今天保留了土豆皮 是因为土豆皮里面有很多我们认识当中所谓土豆的味道 在个奶锅里边倒入一些牛奶 牛奶和土豆皮中慢火 让它慢慢涂涂 下一个步骤 你削好别的土豆 切大概一公分后 下一步把你削好的土豆放到漏网里边 冷水冲洗 直到你冲洗它用的水 百分之百清透 冲洗完了之后 需要72度 保持半个小时去煮它或者蒸它 你要是有锅的话 你可以用水和温蒸去控制 热了加冷水 冷了加热 你有蒸烤箱可设置温度 也可以用蒸烤箱 你有低温料理机 也可以用低温料理机 蒸空袋里边72度煮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过后 你会发现刚才有一点透 这土豆已经完完全全白了 你看在这个时候 当它热的时候 继续用冷水冲洗 把多余的碳水化合物 淀粉冲洗掉 让它冷却 它冷却了之后 要继续回蒸炉里边蒸 别忘了在这个时候 你也可以在锅里边 用水慢慢去煮它 你有蒸烤箱的话更好了 直接蒸 我能理解这几个步骤 蒸一次冷却 然后还有第二次蒸 确实很烦 but stay with me here you'll see why in a sec 牛奶飞了之后 火关了 让它慢慢浸泡 你会发现半个小时过后 在土豆熟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你的牛奶 被这土豆皮影响了 这土豆皮也做出了贡献 你这牛奶会有很十足的土豆味道 because most of the flavor from a potato come from the skin not the potato itself 我准备好 先把你辛辛苦苦熬的 土豆牛奶给滤出来 先放一边 在这个时候 土豆蒸软了之后 就可以出炉了 让你们科普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在72度煮 在72度 土豆内的细胞 刚好会开始吸收细胞内的水分 细胞和细胞之间 它的细胞壁 细胞强有土豆淀粉 72度吸收水分之后 它会膨脏 但是它不会脱离 不会脱淀粉 不会变成泥 好 吸收水分到吉日之后 我们会迅速冷却下来 把多余的碳水分和淀粉吸走 and then we steam it until it's soft 在冷却的过程当中 它会经历 Retrogradation which is a process of starches clumping together 它会失去 它在牛奶和水性里面溶解的一定功能 你可以理解为 煮软了之后 在刮你的时候 就不会起筋 拿牛奶锅 把土豆放进来 用最温柔的火候 把多余的水分给煮掉 准备好 你的盆 你的塞网 软胶刮板 你的土豆牛奶 还有你的脂肪 今天我们会有黄油 和一些虾油 土豆的水分差不多会挖掉了 你注意开始考虑 passing it through the sink 一点一点的 要是你到这个阶段 每个步骤都到位的话呀 你过塞 真的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累 做过土豆你的朋友啊 我知道我这些动作其实已经过度的暴力了 但是依然我的土豆没有起筋 我们为什么要多花那几分钟的时间 把水分给汇发掉呢 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 往里面注射我们要的液体了 把你想放的脂肪埋在土豆里面 特别是黄油 给它足够时间去软化 然后你们明白的 脂肪和液体我是不可能给你们比例的 I don't tell you like the texture 土豆皮牛奶 Now I know that Leo likes a very smooth 很湿很绵密的土豆泥 我个人喜欢比较挺一点的土豆泥 有点质地的 当然要是这是个传统土豆泥的话 你肯定要非常非常小心翼翼的去搅拌它 但是因为我们72度 已经固定好了碳水了 你可以暴力一点 给点加油调个温 借着这个机会调过你的土豆 我个人觉得土豆非常非常吃盐 所以千万不要怕放多 对我来说最理想的土豆泥 是在固体和流体的边缘上排滑 the traditional Gordon Ramsay shot 从烧子上掉下来 check again for seasoning mmm that's beautiful 土豆泥做完了之后 可以直接在碗里边 出了 上面可以放胡椒 可以放些你们喜欢点堆料 for me I'm happy to eat that out of a bowl with a spoon th for watching guys I'll see you around i will see you around i will see you around i will see you around